好 大家都希望中大奖 但是中大奖的那一刻 有的时候往往也不禁要怀疑说 到底是不是诈骗集团啊 白货公司所举办的抽豪宅活动 历经两年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两年活动终于呢 是在2月1号这一天呢 公开抽出了幸运得主 那么得奖者呢 是住在新北市的一位苏小姐 将可以免费入住 实际评数月20平的超级精华地段 小豪宅10年 不过当场空号给这位苏小姐的时候 她的反应是久久 没有办法说出话来 因为她一度怀疑 是不是诈骗集团来的电话 让她惊吓大雨惊喜 极简风格低调奢华 这间20平大的全新豪宅 想住进来竟然不用华一毛钱 因为新北市的苏小姐是抽到的 她以为她是接到诈骗集团的电话 那甚至她还有跟我们表示说 她还跟家人说 她接到诈骗集团的电话 参加百货公司举办的活动 意外中大奖 就连她自己也吓傻了 因为不但可以免费入住 高级住宅12楼10年 包括沙发冷气什么都有 一房一厅一味 视野还能远眺摩天轮 圆山饭店与台北101 换算成租金 苏小姐立刻省下了200万元 若是购买至少得花千万元 现在她只要付水电费和管理费 就可以直接入住 搅完这个税金 我们完成交互手续之后 那有关这个房子 她怎么使用 我们其实就我们而言 我们不会有太多的干涉 这么好康可别羡慕得太早 苏小姐还得搅上将近20万的税金 不过只要拎着一卡皮箱 就能搬进豪宅 也够让人羡慕的了 中学人战后翻演 想陪台北采访的 中学人战后翻演